我们今天提倡宗教团节 提倡宗教互相学习 宗教要回归教学 宗教对社会才掀起积极的作用 教什么呢 教伦理 教道德 教因果 这是每个宗教经典里面 都有这一些经文 资料 这些东西要多讲 要多多的来宣扬 宗教信徒应该把它表演出来 把它做出来 给社会大众看 我们这次到斯里兰卡 深受感动 那是小城国家 难得的他们把小城的教义落实 落实在全民 每一个人家庭都是佛教家庭 你看到人民在一起生活的火山 有善良 我们去参访 我们去参访 真有宾知如归之感 这些大使们深深受感动 没有想到宗教教育有这么大的力量 他们全国在校的学生 通通要受宗教教育 每一个星期天上午 一定要到寺庙去接受教育 有法师给他们讲解 我们事先没通知 想看看他的真相 在我们居住旅馆 附近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小区 我们去进去看 星期天 那我们同学们告诉我 今天来参加上宗教课的 学生大概有三千人 我们看到的学生 到处都坐满了 坐在地下 殿堂里头 走廊上 地下 真真气气 这需好 停阔 没有交头接耳 没有小朋友在旁边讲话 拘经会议声都在听 我们是突击检查 不是表演给我们看的 看到他们本来没有 告诉我 全国星期天每一个寺庙都开放 都让附近的学生来接受佛教教育 小学中学大学 统统要接受 这个国家的法司 有不少到国外留学 但是留学之后 回来 一定回到他自己的庙 教化他这个附近的人 很多很多感人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深受感动 我们自探不如 总统信量很大 虽然是小城 他告诉我 他们国家 在古老的时候是大城 以后变成小城 我们就看他的石库 里面所雕刻的佛像 菩萨像 这就证明是大城 没有罗汉像 那都是佛菩萨像 而且都是2000多年前 一直保存到现在 没有被破坏 非常难得 中国有不少福苦 但是大部分被破坏了 我看他会说 我看他说 我看他有不少福 如果那个福利 是有不少福 我看他就证明了 这种福利